研发竞争基地 现役机型定情前都几经筛选 YF23设计心以科技含量高 机动性欠佳成败比 最终下马 竞争对手YF22成赢家 X32 X35同台竞技 X32经济性能突出 超音速和垂直即将能力欠缺成短板 X35设计方案保守空前小 一级多用受青烂 俄罗斯普代机竞争基地 米高阳公司推出米格1.44战斗机 引致能力气动不举 难以达到五代机标准 苏火仪公司推出苏四七金标 超常规前略翼设计 无法满足军方需求 最终研发无下文 美俄下马的那些五代机项目 那我们讲说到第五代战斗机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一代战斗机 它的性能特点一般可以干过为什么 超音速巡航 高度的隐形 抄袭的机动性以及超级信息优势 而现如今我们看具有这种能力的 而且已经服役的五代机的话 就只有美国生产的F2猛禽战斗机 那么由于研发难度大技术含量高 各国他们在五代机的研发当中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很多五代机的项目的计划 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 最终是纷纷落马 最终无疾而终 你比如当年跟F2的相竞争的对手YF23 1985年美国空军提出JTF-15的新一代战斗机需求方案 并要求参与的各大战机生产公司提出各自的纸商设计草案 1986年美国空军宣布将挑选最有潜力的两种设计 进行为期48个月的原型机设计与试飞项目 同年7月 美国空军选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与诺斯洛普公司两家进入下一阶段竞争 并且建议落选的三家公司 与优胜者组成设计团队 以分摊设计工作成本与损失 最终 诺斯洛普选择与迈克唐纳 道格拉斯公司联合 用YF-23战斗机项目来竞标先进战斗机合约 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则是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通用动力公司以及波音公司组成的团队 他们用来参与竞标的战机则是YF-22 也就是后来服役的F-22猛禽战机 YF-23的第一架原型机设计1990年6月出场 8月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这比F-22原型机的试飞提前了近两个月 相比较于YF-22来说 YF-23的机身比较长 采用中单翼设计 机翼类似于菱形 采用V型维批 进气口位于机身下方靠近机翼前缘的位置 进气口和进气道都采用固定结构 这也不仅能够降低重量 还能减少机体正面雷达反射节面积 进气道在机身内部 与位于机背的发动机箱连接 喷嘴位于外轻垂直控制面的中间处 从后下方无法直接看到喷嘴 从而降低红外线讯号的强度 根据美国空军的要求 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 必然兼顾隐身和机动性 但各个公司的设计思想不同 飞机技能偏重也必然不同 前YF-23使用了B-2隐身轰炸机的隐身技术 并选择V型尾翼而非传统四尾翼布局 追求隐身的意图相当明显 由于减少一对尾翼 飞机重量和阻力也可减小 对于提高超音速巡航能力也有帮助 虽然YF-23与YF-22的各项性能比较 至今仍是机密 但据公开资料显示 这两个项目中 YF-23的飞行速度较高 速量也相对比较轻 但随之而来问题则是 YF-23操纵面的效率问题 和飞控系统的复杂化 YF-23与YF-22在大部分情况下 飞行性能差距不大 YF-22只有在低速下的控制性 越胜一筹 YF-23与YF-22这两种飞机 都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两款飞机均采用内置弹舱 必要是还可以再积一下 另外携带武器 但是YF-23的量产型 需要延长机身 以加入另外一个弹舱 加长机身则将影响 飞机整体的机动能力 此外机身未满足 跨战区航程的要求 必须有足够大的占油量 而考虑到隐身要求 飞机不能外挂副油箱 所以有燃油 必须由机内油箱装载 无论是YF-22还是YF-23 都必须提供 几乎相当于F-15战机两倍的 机内容积 扩大机体的尺寸 是YF-22和YF-23使用的方法之一 从机体尺寸来看 YF-23通过增加机体长度 来加大体内容积 这样虽然能够保证 飞机飞行速度和隐身能力 不受影响 但加长后的机身 必然导致飞机纵向 转动惯性增大 这不利于提高飞机 敏捷性和精确控制能力 而YF-22则通过 扩大恒截面面积 来加大容积 这牺牲了YF-22的最大速度 但是不影响战机的机动能力 按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时任总裁李奇的说法 YF-22在确定 可以满足美国空军 对战机体身载油量 等等基本要求之后 就将注意力 转向机动性和敏捷性 在设计上 YF-22尤其突突了 飞机在过失速时的机动能力 而YF-23在这方面 几乎是空白 那我们讲除了美国空军 五代机项目之外 美国另外一个五代机项目 就是美国军方的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 那么这个五代机项目 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 重大的军用飞机研制和采购项目 上世纪90年代后 F-22等五代战机的造价越来越昂贵 以至于难以大批服役 在此背景下 美海陆空三军联合研制一种 用途广泛性能先进而价格可承受的 低端五代战机方案 也浮出了水面 这就是美国GSF联合攻击战斗机方案 在该项目中 波音公司的X-32见证机 就是按照GSF方案设计的一种战斗机 X-32机长14.33米 机高3.96米 翼展10.97米 在X-32验证机的型号中 X-32A用来进行常规起降的试验 X-32B则用来验证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性能 X-32外形奇特 很像一只飞蛾 由于它有一对连接在发动机后部的 可转向的喷气声力喷管 因而发动机只能安装在飞机的前部 X-32采用较后的整体式机翼 可承载大部分的结构载荷 并能装载近9吨燃油 在JSF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中 另外一家参与竞标的公司则是洛克希德马甘公司 该公司推出的是X-35ADC三个验证机器 相比X-32 该机的设计和制造 采用了许多F22战斗机的技术 更加强调通用性和模块化 减少战机全寿命期费用 那我们通过短片会发现 波音的这个X-32算得上是设计新颖 技术含量也很高 但是出人意料的确实 最终美国军方选择的 却是洛克希德马甘公司的X-35方案 那么美国军方为什么要选择X-35 导致F-32它最终落败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波音公司的X-32方案 基于对经济可承受性和满足各种作战需求能力的 双重考虑而设计 在引申性方面 波音公司的设计方案 采用高科技吸波材料 以及新颖的机体设计 让X-32达到了第五代机需要的进行能力 但在超音速和垂直起降的协调上 则成为了X-32存在的主要问题 X-32采用的是垂直起降方式 与钥匙飞机类似 在飞机重心位置布置有转向喷管 起降时喷管朝下 前进飞行时 利用尾喷管喷气推动飞机前进 虽然此种设计结构复杂 但技术成熟 不过 X-32也继承了钥匙飞机的缺点 钥匙战机 为了吸进足够的空气进行垂直飞行 有两个巨大的进气道突出在飞机的两侧 这使得飞机难以达到超音速 与钥匙相同的是 为了增加进气量 X-32的进气口比较大 飞行中受到的阻力也大 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达到五代机需求的超音速巡航和超级机动性 这对于X-32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最后在与X-35的竞争中 前卫的X-32败下阵来 从而也失去了美国军方21世纪最大的利益 军机台湖地带 那我们讲在20世纪的80年代 当时的苏联就针对美国的这些项目 拟定出了关于研制第五代战机的秘密决定 并且责任它的航空工业部和空军联手来完成这项秘密任务 米格1.44战斗机 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在第五代战斗机竞争当中研发出来的 米格1.44战斗机是苏联米高阳设计局研发 以取代当时苏联的主体机种米格29 1983年开始设计 1989年开始首架飞机组装 1991年苏联解体后 米高阳设计局因资金问题 只在1994年生产出一架米格1.44的技术验证机 2002年2月进行了首飞 该机是一种采用部分隐身设计的双发单座多用途战斗机 机长19米 翼展15米 属第五代战机 米格1.44采用了类似 阵风等四代半战机水准的近距偶合压抑 采用双发双锤尾的气动设计 双锤尾向外倾斜 机肤安装了可调式S型进气道 这样的结构既有利于隐身 也有利于避开压抑和边条引起的波流 机体大量采用了负荷材料 和可降低红外特征的技术 机身表面和进气道内也采用了吸波涂层 据称其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6马赫 有分析指出 除了隐身性之外 米格1.44的其他性能 更接近四代机水平 不过由于米格1.44 仅在2000年进行过两次试飞 然后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所以该机的很多性能 都停留在了图纸上 那么就在米高阳设计局 设计出它的米格1.44战斗机的同时 苏霍伊飞机实验设计局 也在研发它的第五代战斗机的 技术验证机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苏四七金雕战机 苏霍伊飞机实验设计局计划研制代号为苏四七的新型战斗机 来替换已经取得成功的苏二七战斗机 苏四七战斗机机长22.2米 机高6.3米 翼展15.2米 飞机全重35吨左右 其最大特点在于采用潜掠翼的设计 与其他形状的机翼相比 潜掠翼可增大飞机的转弯角速度 减少阻力 不会出现翼间气流分离现象 因此可以增大飞机的升力 从而显著提高飞机的升足比 另外还可以改善布局 减小迎面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 但是由于潜掠翼存在结构发散的致命缺点 因此只有极少的飞机采用这种技术 苏四七的机翼一根边条和机身边条 能降低阻力和减少雷达反射信号 改善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 在压音速和大公角时 有很好的气动性能 可增加飞机的航程和高空机动性 使用的弯曲的进气道 宝型外挂架 潜掠机翼等设计措施 使得飞机对雷达的反射面 减少到了0.5到3平方米左右 1997年9月 苏四七潜掠翼试验机进行了首飞 最初用途是负责测试一系列关键问题 包括新型结构材料 各种内置武器舱方案 复合材料与电船操纵系统和其他许多技术 由于资金限制该机前两阶段的飞行试验 到2000年中期才结束 在此期间总共进行了90多次压音速和超音速飞行试验 2006年 俄罗斯政府宣布米高杨 苏霍伊 伊刘申 雅克夫列夫和图波列夫等设计局 合并成立新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 这使得俄罗斯在下一代战机T50的制造和研发中 能够优化资源配置 利用有限资金开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T50身上也融入了多个设计局的技术 其中不少是在米格1.44和苏四七验证机上验证过的技术 从飞机整体布局来看 T50的机身扁平放弃了米格1.44的压式布局 也没有采用苏四七的潜律翼的设计 而改为常规边条翼布局 这样的改变 似乎可以看出俄罗斯在新战斗机计划中 将气动布局经验传承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而没有再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 加上机翼面积较大 异合较低 这件事T50更重视高速飞行 更注重超音速拦截能力 从这一点来说 T50似乎更像苏四七的设计思路 从机头和机尾来看 还可以隐约看到苏货一设计局传统战机的影子 米格1.44的航空电子设备 也体现了苏联解体前的最高水平 如今的T50虽然装备了全新的航空电子设备和相控阵雷达 但是其中很多电子设备 都有米格1.44计划采用的相关技术演变而来 此外 T50使用的等离子体隐身技术 之前也在米格1.44上进行了试验